我以為你真的走秀完就走了 沒有 如果要脫吃的時候 你們用感情脫吃 我們男人就是用下半身脫吃 很簡單 噴 剛剛我們才講完那個是小禮子 他講這個有幫助嗎 有嗎 他講這個幹嘛 他即使講說等級都沒 他要來噴一下打一下 我跟你講 以後就把他綁在上面就可以了 不要用這個 好不好每次都他掉下來就可以了 不是啦 因為你看就是男生比如說 為什麼我們要是婦檢姐姐的就是 就解決了嗎 對 但是呢 所以你看很多在日本呢 很多就是用婦檢開就是很多 很開心的店有沒有 但是就是女生比較少對不對 因為女生是勇敢請騙就是脫吃幹 這代表女生比較有人性 對啊 就是要請她 所以你們都矛盾 女生矛盾鬼 對 我們沒有矛盾OK 那已經有女朋友不用花錢了 為什麼要付錢去托演啊 哪有要吃新鮮的嗎 不一樣的菜啊 那你也很好 那麼太吃幹嘛 什麼要講的 對不對 你平時就想要吃 就平時就吃蘇西 還要多吃一個牛排 他每天吃那個台灣菜有沒有 有時候想要吃馬尼湯有沒有 一樣道理 但是呢 好對不起 那你就不要固定啊 欸不是 那個誰 那個 包… 對對沒錯沒錯 這裡呢 必須要有人來幫我們扳回一層啦 好不好 究極麻煩了 我講男生的部分嘛 你要做過去 沒有關係 其實我講的這個是 因為我最近有收到很多 就是網友們 他們問問題 對 那這個是他就是所謂的 我愛你行的 很經典的一個案子 就是 有一個女生跟我講說 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四年了 生活一切都非常好 都開心 然後他們兩個也就是 呃 放假的時候會去幫狗狗洗澡 智工 然後看起來就超陽光的一對 好但是他們只有一件事 就是他們大概在交往第三年之後 他們這 就已經不發生關係了 是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呃 女生就會 跟男生之間就少了那個激情 他們就覺得生活中少了什麼 可是他們的生活看起來還是很健康 還是一樣 平常大家都努力打拼上班 然後禮拜六禮拜日的時候就去幫狗狗洗澡啊 就老夫老妻的生活 對 就是很一樣 大家在看他們臉書發動態 就是說 哇這一對應該就是 非常正面的 但是他們已經一年沒有發生關係了 是 然後結果這男生就開始提出要求說 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 我們去交換伴侶俱樂部 蛤 提出 他說我們想要 想要提升我們兩之間的激情嘛 對 荷爾蒙跟費洛蒙說 我們去交換伴侶俱樂部 那女生當然說我不要 我怎麼能忍受你 跟我在面前跟別的男人女人 那個那個那個嘛 然後他說不行不行不要 那男生說喔這樣啊 不然這樣我們 找一個不認識的人 我們到那種網站去找不認識的人 我們回來 三人行好不好 哇塞 這很誇張 然後 他就說 不是啊 現在問題好像不是這樣吧 我是說我們兩之間缺少激情沒錯 但是你又找別人來這樣 不是吧有點變態 然後他說可是你不覺得這樣聽起來很刺激 會重燃我們的愛火 他說這不行 然後他說好 那這樣的話我也沒有辦法 他們就繼續這樣過這樣的日子 結果有一天 他回家的時候 就整理房間 就在垃圾桶裡面 就發現了 欸 我最近明明跟我男朋友沒有 沒有性行為 怎麼會有用過的保險套 他一開始就講 喔那男人說沒有啦 我就是 呃 自己解決的時候戴著嘛 那 自己解決 都要戴 自己解決 他有這麼的不乾淨 他說 這樣比較順手 對 然後結果他就說 你 我跟你認識這麼久 你不是這麼 這麼 這麼 古謀的人 怎麼可能還要再 多戴一個這樣 就是自己解決還要戴 到最後他就說好對不起 我叫外面的外賣回來吃 喔 他就心裡面就覺得 喔 你怎麼會叫外面外賣回來吃 我是你女朋友 而且你在我們的家 跟 叫外賣回來吃 床上 對 然後跟人家發生性關係 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就跟他講了一個 他沒有辦法拒絕的理由 他就說 呃 對不起 我真的很愛你 但是我們兩個之間的 性生活這件事情 我真的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只有在我們住的地方 光明正大的 叫外賣回來吃 我 並沒有不愛你 我只想解決我的生理需求而已 寶貝 我錯了 結果這個女生 他就問我 我應不應該原諒他 是 那你怎麼回事 你說什麼 男人有一就有二 你現在就算原諒他了 你就準備以後 每次就收保險套 對啊 結果他竟然回我說 可是 他說他愛我 沒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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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到這邊我就直接說 那我沒什麼好講 你就繼續數吧 對對對 對 沒救了 好 那這是究極提供的案例啦 謝謝 謝謝究極 安全過關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呢 要看的就是 第一名是誰呢 對 打死不認行 喔 我不知道 酒精 你誰會這樣做呢 這個故事是 陳志遠提供 哈哈哈哈 哇你好衰喔你 對啊 好有種 是非常熟的一個朋友 然後 你朋友還真常常出事耶 對 奇怪了怎麼都這樣 你朋友有這麼多事嗎 請聽我講完嘛 好不好 很像你的事比較多耶 沒有沒有沒有 你聽我講完 然後他是開服飾店的 然後 我總不認識你有開服飾店的朋友 你就聽我講完嘛 真的 我只是把這個服飾 他不是開服飾店 你開服飾店的 就Nono 唐志中跟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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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跟我開服飾喔 重點 你有在花蓮開嗎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啦 沒有嘛沒有嘛對不對 沒有沒有 然後他就就是 裡面有一個員工 他是女生 然後因為服飾店 大家會娶一個 就是比較高挑 然後身材好又會 痰土又好的 然後這種女生會比較硝瘦 對他們賣的衣服會好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們的服飾店 後面就是倉庫 然後倉庫跟廁所這樣子 對然後他們就是 因為只有老闆跟員工兩個人而已 因為店面不大 然後他們覺得不需要請那麼多人這樣子 就每天上班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他老婆就是 因為小孩子的問題 他要去找老公 要去問他這個要怎麼解決 然後是不是他們到了 他老婆到了現場 怎麼人不在 員工不在 老闆也不在 然後他就走進去 就聽到 倉庫裡面有聲音 就是一樣 就是 單田的聲音 單田的聲音 合唱團 然後他就 火了 他就直接 要那個 那個什麼 開門 就那個 那個鎖也是喇叭鎖 可是他那個鎖 你覺得他鎖的時候不是會 他用那個十塊銅碑可以卡 有聲音 有聲音 對 他把他打開 打開 可是他是 最後是反鎖的還是打不開 最後他是用那個什麼 手這樣 敲啊敲啊敲 然後最後他就不知道該怎麼 因為沒有後門了 也沒有後路可退了 這樣子 然後之後那女生就到廁所裡面去 然後男生就拿了一個鐵錘 對 拿一個鐵錘這樣子 然後就 然後他就把開門 要衝去打老婆 沒有 沒有他拿鐵錘 然後老公就開門 開門之後 這樣你幹嘛啦 他說 你們在幹什麼 為什麼那個聲音這樣子 沒有啦 他在後面上廁所 那為什麼要 蹦蹦蹦的聲音就對了 他就說 沒有我就拿鐵錘啊 然後我要盯那個木座 然後要放什麼的 屁啊 後面都是那個鐵皮屋啊 根本沒有木座這個東西啊 對 他就這樣子一直 怎麼講 他就大死不承認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例子 也是我朋友的老公 剛好很同名同姓 他也叫陳志遠 這麼剛好 很剛好喔 他有一天呢 也是說 欸 我要去 我最近人家吃太多 喝太多 我想要去騎單車 夜騎這樣 去運動一下 欸 合理喔 運動員嘛 你不動就是這樣子 就越來越狠 越來越肥 因為我不愛運動 我不會跟他去 他可能就覺得 我不會跟他去 我那個朋友叫陳志遠 不用比我 然後呢 你那個朋友對 你那個朋友對 然後呢 欸 就在家裡 幾個小時後 欸 但是回來汗流夾背 是不是 然後他就說欸 那家裡有沒有煮 我說欸 剛好有煮 大家都來吃 都來吃吃吃 我剛好就這樣往後面 剛好看到 他的運動褲的mark是在外面 反穿了 整條運動褲反穿 整條褲 因為他的運動褲 正面看是黑色 完全看不到說 是正面還是反面 所以後來我就想 嗯 怎麼後面他的mark 就是在外面呢 我還這樣給他翻來翻去 你娘的限量版欸 對 唉唷 有這麼限量版的 我很少看到mark在外面 對 然後呢 我就問那個朋友 陳志遠說 阿你的褲子 為什麼去騎一個車回來齁 阿褲子就反穿 可以為我解答一下嗎 阿 你說現在在問我嗎 你那個朋友是不是 OK啊 我們下通告 我還沒講完齁 因為是打死不承認嘛 因為他就說 阿就沒有啊 就是這樣啊 我可能 騎出去的時候 我可能到處穿 就是反穿 你沒有發現到 好了 剛剛聽了那麼多啦 這麼多駭人聽聞的案例 欸 其實 我們的男團們齁 他們也是有受過傷的 喔 破貝比 首先先找一個 你們最捨不得他受傷的 喔 天啊 當然還要說嗎 好強 講 你怎麼會受傷害怕 聽說這個事情發生在 我怎麼會扭 他高中女友的故事 喔 對 我有一個高中的女朋友 壞胖